7点24分早安气象时间 马上又要迎接周末假期了 如果有要往户外走走的话 天气上还算蛮稳定 因为接下来几天除了礼拜六 水气稍微增加 迎封面有一些降雨机会之外 基本上其他地区依旧是多云稻晴 而且从礼拜天开始 明显的转干会一路到下周 所以说未来几天天气 都是偏向稳定的状态 温度上面就带你来看更详细 礼拜六礼拜天到下礼拜一 特别留意从今天开始 冷气团白天要减弱了 所以北台湾感受会比前一天 再稍微温暖一点 而接下来温度还会持续回升 北部地区到下礼拜一 会大概到22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维持在24到26度 而东半部地区也会从21度 稍微上升个1度2度左右 各地是一个比较舒适到偏暖的天气 可是低温的部分呢 基本上大多都是还是落在13 14度 沿海空旷地区或是局部地区 还会再掉个一两度左右 就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一周的温度趋势 我们来看到这个曲线非常的陡 这代表的是日夜温差很明显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在白天高温可以来到25 26度 可是到了夜间清晨地温 又会掉到大概13 14度 很多地方的日夜温差都会差到10度以上 所以说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在未来几天更加明显 在礼拜六还有礼拜一的这一段时间 清晨也要注意到 温度会下探的比较低一点 早出晚归一定要记得 戴上一件保暖的外套 还要关注一下家中长辈的健康状况 而降雨方面来看到未来的降雨趋势 在今天只只有宜兰还有花莲地区 很零星局部的降雨 基本上不需要带到雨伞 礼拜六虽然水气稍微增多 可是也是大概集中在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像是桃园以南还是一个偏干的天气 而到了礼拜天很明显的 全台各地又会转干 这样子没有雨的天气 预计会一路影响到 像是下个礼拜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恐怕水气都不多 主要集中在的可能就是顶多 宜兰花莲地区 还有可能像是台东 一些比较零星局部的降雨 西半部地区可以看到都是一片白 代表说没有什么下雨的机会 那么这就要留意了 因为现在整个中南部地区 水晴拉警报 尤其是现在嘉义 台南跟高雄都已经亮出了灯号 除了像是现在我们非常关注的 增稳水库 它的蓄水率剩下两成二之外 包含高雄市也从3月8号 也就是下礼拜三开始 要转为黄灯 也就是在夜间要实施减压供水 特别提醒您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晚上的10点 到隔天早上的6点 所以说虽然现在进入春季 但是目前看起来各地都还是一个偏干的状况 因此在梅雨季 甚至是台风季之前提醒您 节约用水真的非常重要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也继续带你来关心 现在这样子北湿南干的状况 这几年好像变得更加明显了 像是去年南部的降雨量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 而专家认为这就是台湾未来的新状态 我们是预定在5月底 会蓄深到我们最高的水位 大概就是85.5米高的地方 因为我们86米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流管了 可以看到水位离85到86的标线 还有一大段距离 民众发现裸露出黄土 以为干涸见底又要缺水了 但不用怕 金融的新山水库1月时 发现有水管线渗漏后 决定开始泄降放水 做管路维修 这是新山水库使用43年来 第一次大检修 我们是在2月14号完成 那2月15号开始 我们就回复我们的水库的续生作业 那在每年的东北季风 是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4月 那会为东北角的基隆地区 带来丰沛的雨量 那在这段期间 我们都是使用基隆河的川流水 而不是水库的水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赶快把水库的渗漏的情形 把它改善完成 在风水期间赶紧维修 才不影响民生用水 基隆新山水库的管线维修工程 已经完成 预计5月底前 可以续到高水位 在基隆6到9月的枯水期前 可以续满 而最近南部的水情不佳 其实在111年的时候 南部地区的降雨量 是近30年来的最低 其中增稳水库 集水区的降雨量 跟两年前的百年大汉相比 还少了112毫米 来看各水库蓄水率 截至3月2号统计 像是嘉义的仁义潭和蓝潭水库 蓄水率只剩下31%和40.1% 预测剩余天数60天 台南的白河水库 只有21.1% 预测剩余天数都没锈出来 另外增稳水库 22.7%的蓄水率 差不多再用30到60天 相较于104年的高雄的水情 或者是南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水情 就是两年前的百年大汉 目前的蓄水率 是比那时候还稍微差一点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乌山头跟增稳水库 那相農的边缘 就要来看一下 不太吓得